用DIY磁性健康扶爪 在用洗面乳涂面乳臉部之后 以DIY磁性健康扶爪的平面 从下往上推压眉心的部位 对于增进记忆力有帮助 从眉毛顺着向下听清推压的眼睛两侧周围 能够改善眼皮下垂的情形 接着推压鼻子的周围 这样能达到散气的效果 使得鼻子呼吸更加顺畅 改善呼吸到循环的状况 女性最适合利用洗澡的时候进行此项保健 等于多进行一次脸部保养 这个DIY磁性健康扶爪的推压动作 对于改善鼻子过敏有帮助 喉咙下巴部位的推压 对呼吸系统有许多帮助 对于食道和气管部位的推压 则是促进散气保养的有效方法 颈部的保健对于脑部血液循环有帮助 同时也能缓解绕疹 所造成的颈部僵硬的情形 以DIY磁性健康扶爪来推压牙齿上下周围 保健我们的牙周部位 食道脖子部位则采用下往上方向推压 能够改善散气及排毒及健美 在全身涂抹沐浴乳之后 用DIY磁性健康扶头 洗股爪像洗澡一般 全身每个部位推压三下 如果有疼痛淤积感的部位可多几下 这个动作能够改善睡眠不稳定 以及偏头痛的情形 接着运用DIY磁性健康扶头大凹槽的弧度 来推压肩膀和手臂的部位 肩部到手臂的推压 对于改善五十肩以及经络的归位都有帮助 在两手手臂下意义的部分 都有着相当密集的淋巴组织 同时人体的病气也多有累积在此处 多推压此处能达到身体保健 消除病气 保健的效果会更好 胸口的推压则是对胸闷的情形有感散散气的帮助 尤其觉得胸口闷的人更应该常常进行此动作 从胸口中央也就是心口的部位开始进行是重点要素 要持续推压到肩膀部位才算是完整的动作 腹部左右均衡的推压 是能够协助促进大小肠乳重 保养脾肋肾大小肠膀胱等器官的动作 我们将动作分为上腹部和下腹部 推压上腹部有助于胃肠消化 下腹部的推压则对腹部器官的保健 健康有帮助 大腿部分的推压能协助预防感冒 并且对于两腿容易僵硬或是常常需要站整天的人 特别有帮助 两只脚一起推压效果会更快 西部的推压保健对于日常行走有帮助 也能舒缓腿部的压力 腿部的推压动作能促进经络归位改善腿部抽筋 行走不方便的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背的推压动作能舒缓脚板错位的状况 在用DIY磁镜健康扶爪进行深度的刺激 对于脚部冰冷 长脚部抽筋的人有帮助 如果推压到的部位有酸痛感受 就表示该部位可能有些问题 都要稍微加强推压的保健动作 用DIY磁镜健康扶爪针对脚底板 使用DIY磁镜健康扶头进行刺激推压 这对于足险脚织过后的情形也有帮助 指向保健法的这些推压 能使得全身的健康状况改善 放松和散气排毒 请持续的保持从事的习惯 不舒服是吗?那我帮你按摩好不好? 不用了,我用这个磁镜健康扶按摩 比你按摩还有效呢? 那我帮你贴药布 提出这个很有效喔 你不用了,我用这个磁镜健康扶按摩 我的这个按摩贴满任何药布还有效喔 一般市面有许多磁镜保健的产品 如健康扶A组 健康扶B组 双爪 扶头 扶爪等等 能够在各种人体部位所使用 也因此不同组合都有着不同的曲线设计 如大凹槽 小凹槽 凹槽面 半圆角面 弯曲面 颗粒面 半圆面 以及爪状部位 分别用于推压 拍打 敲打 等不同方式 能够完成全身从头顶一路到脚底的日常保健 家庭里每人准备一组 在居家时就随时可以全身推压 达到类似针灸拔罐的自我保健 DIY磁镜健康服的设计开发 源自于设计者吴女士意外摔倒 在医治三年之后 虽然照X光线及血液检查均正常 但是手还是一样没有力气以及无法升高 晚上睡觉时不管把手放在哪里都不舒服 无法入眠 经医生建议之后进行复健 感觉效果却非常非常的缓慢 吴女士仔细思考后想到 应该是摔倒在地时用两手顶着地板 造成了所谓的经络走位 这是西医不容易诊疗出来的状况 后来有一次我父亲跟我提了 他说儿子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经络 我说爸爸你讲过有四耳经络 有热脉东脉 两大经络叫四十经络 他说我说那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 这经络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在哪里 他说有乾隆环帝 乾隆环帝以前喜欢什么就是打猎 可是他有一段时间发现到整腿要踏上这个马 的马凳的时候要上背的时候 这个两腿不舒服 就找到我们第六代主天 月里理工就请他来问他为什么 他说徐炳正常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的这个 从你这个地方到你底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选不到 那是怎么办 简单 您除了炮脚以外 您就是从这个地方 这个两个交叉的交叉活动点这边 您用手 手 手 这个四个舌头指头 那边往底下去顺暖 尤其是外面这边 你就给他往底下滑 左右各滑石油石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以后乾隆环帝 他就按照咱们家这个方法 按照我们第六代主天的方法来处理 以后就没问题了 那时候去北京嘛 那时期老爷他谈了我们家好多的业故事 头还有一样就是像是一太后喜欢灌什么 灌这个颐和园 可是有一次他发现到不对 他怎么会心跳跳得特别的快 然后觉得呼吸的时候会有那种会有声音 我们现在来讲这就是气喘了 当然那以我们一般的宝剑的一种想法 那气归气 血归血 那气是阳 血是阴 阴根的阳走 血跟着气走 那时候他有点紧张 就找了我们家第八代祖先月星老祖宗 老祖宗来一看 老佛爷您这个东西很简单 那家已经说穿了 也是气血不通 那我教您一个方法 您自个来 您就从这个地方 从我们的左下里边 一直往上面 这个地方指着去揉它 去顺它 差不多也不用太多的时间 比较舒服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了 每天您做一次到两次 那您有很好的卑女 那也请她们 你可以躺在那个地方 半躺着 然后呢 就从我们这个地方往上去吹 老佛爷这样子 您现在要不然您就自己试试看 满上见效 因为吴女士在协助先生开发汽车配件内外销事业之前 从事过外科 妇产科 内科 共8年多的护士工作 并经历西药房工作18年 所以对相关医理可说是十分了解 经验丰富 而吴女士也了解人体的构造 是弯弯曲曲的各种曲线所构成 加上每个人高矮胖瘦不同 所以特别设计配合人体使用的多角度结构产品 经过开模打样 本人亲自试用 没想到比想象中的功能更理想 吴女士本人才短短的使用约一星期左右 手部的活动性已经可以恢复约六成 经过多次修改设计 完成了健康服 服头 服爪 双爪等多功能保健组合 吴女士表示 感觉好像历经了一场上帝的试验 持续使用的话 各种原来身体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再出现 吴女士说 道理是因为如果身体里的带氧率低 细胞就无法活化 活动力自然降低 身体就不健康了 服女士有次半夜牙齿痛 痛行之后很无奈 只能试着用服头推压牙齿痛的周围 想不到大约推压五下之后便缓和不痛 可以入睡了 接着虽然连续三晚都还是半夜牙齿痛 不过疼痛感一次比一次的降低 等两星期之后牙科才挂到号 牙医师说牙齿的神经已经烂掉了 怎么到现在才来问诊 吴女士只能抱怨挂不到号 以及庆幸有DIY磁性健康服保健组合的帮忙 才能在当下舒缓令人无法忍受的疼痛 另一次吴女士也是在半夜的时候感到胸闷 疼痛快喘不过气 吴女士拿了DIY磁性健康服头 服爪推压胸部闷痛的位置 大约推压六到七下之后 疼痛胸闷的情况就有改善 可以入眠了 天亮才发现胸前闷痛的位置 有了大约九公分宽的瘀青 询问后中医师说 好在有散气排毒出来 因为胸闷通常都是心脏病或心肌梗塞的征兆 DIY磁性健康服 服头 服爪 双爪 都内置有高密度磁铁块 在推压时对于红血球内含的铁元素加速 改善血管预计 促进散气排毒都有注意 母女士自己也感觉很神奇 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改善了多年的心脏缺氧 气喘 食道萎缩等慢性病状 以往走路时只能缓慢的步行 要不然心脏就会感觉不舒服 爬楼梯脚拉不上来也改善了 走路也变得较为灵活 本人已经长达快一年没到医院求诊 过去心跳约为80到90 现在是60到70 代表身体比以前健康许多 以上都是母女士本人使用DIY磁性健康服的经验和感受 DIY磁性健康服设计有磁性功能的创意 推压功能等于针灸拔罐 让人人可以DIY 协助进行拍打 推压 敲打 来消除身体各部位的疲劳感 可迅速改善血液循环 人体精密的运作如同大自然的奥妙一般 也需要实时维持如同环保般的良好循环 人体的基础骨架是骨骼 接着是传送血液的动静脉血管 血液的循环若是不顺畅 必然会造成身体的疲劳和酸痛 相当重要的淋巴系统 则是在肌肤的深处之下 接近骨骼的地方 所以在推压的时候顺着肌肉的走向 以及淋巴系统的位置来按摩 是相当重要的调点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的进行身体保健 并且在短时间有显著的效果 而且不占空间的简约设计 容易携带与收纳 让保健不受空间场地的限制 不论是居家卧室 客厅 浴室 办公室 或是外出旅行 都可以随时进行自我保健 我女士希望透过DIY磁性健康服务保健组合 不只局部 而是全身的日常保健 让更多人改善身体状况 重度糖尿病患者不适合推压及刮室保健动作 可用拍、敲打方式替代 心脏装有支架者不适合推压及刮室保健动作 可用拍、敲打方式替代 12岁以下之孩童不适合使用本产品组合